商务部消息 11月20日,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与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在澳门共同签署 关于修订的协议 协议,自签署之日起生效,于2020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协议,梳理汇总了自2015年CPA服务贸易协议 签署以来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最新开放措施 结合澳门业界提出的开放诉求 在金融、法律、建筑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取消或降低对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准入门槛 放宽对自然人流动、跨境交付等服务贸易模式的限制措施 为澳门人士在内地职业创造了便利条件 协议,不仅将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也将为内地服务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对全面深化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 支持澳门发展经济,改善民生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